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来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月20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根据乌方的报告 截止到北京时间1月19号下午15点 乌克兰的总参谋部发布最新战况 乌军总参谋部提醒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 已经持续了695天 在过去的一天里,在前线的不同方向 乌克兰国防军与入侵者之间发生了127次战斗冲突 在阿弗蒂夫卡方向的塔弗里亚联合特检部队的责任区内 乌克兰守军继续限制敌人 敌人并没有停止试图包围阿弗蒂夫卡 我们的士兵坚定不移地坚守防御 给占领者造成了重大损失 因此在过去的一天里 国防军击退了敌人在新卡利沃夫 新巴赫默特蒂夫卡阿弗蒂夫卡地区的27次进攻 并在顿列刺客州的附近击退了另外17次进攻 在马林卡方向 国防军继续在顿列刺客地区的克拉斯诺霍利夫卡 马林卡和新米哈尔利夫卡附近限制敌人 在那里击退15次进攻 乌克兰武装部队地面部队司令 希尔斯基上将访问了在库皮杨斯克方向的进行防御的军事单位 并计划与指挥官一起使用预备队 据指挥官称库皮杨斯克方向 局势仍然紧张 敌人不会停止 进行积极的突击行动 并进行强烈的火力破坏 俄罗斯入侵者主要努力 集中在将国防军部队赶出库皮杨斯克森林 并占领哈尔科夫州的新基夫卡 指挥官对前线指定区域的军事单位 进行了工作访问 以确保控制局势 并在当地提供援助 希尔斯基听取了指挥官关注当前局势和敌人行动性质的报告 我们与军事单位的指挥官一起分析了敌人可能进一步行动 并确定了我们部队行动最佳选择 我们计划使用储备金和火灾损失的迅速 他说 地面部队司令强调 尽管局势困难 但在库皮杨斯克方向 乌克兰的守军正在坚守防线并摧毁敌人 俄罗斯可能计划在夏季沿整个前线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对话 乌克兰安全部队认为 此次进攻的目标可能是完全占领 顿列斯克、卢干斯克、赫尔松和扎伯罗热 乌克兰正在转向主动防御战略 坚守阵地 同时寻找弱点和远程空隙 这将使乌克兰能够在今年增强军力 并为2025年做好准备 届时反攻的机会会更大 此外该出版物总结称 即使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美国也不太可能在能力和技术上 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如此大的飞跃 使他们能够在2024年获得战场上的优势 英国的金融时报认为 还是美国在控制战场的进程 并不希望在2024年 让乌军获得绝对的力量 对俄军有绝对的优势 言下之意就是还希望乌克兰 把俄罗斯给拖垮 还是要消耗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向乌克兰震亡的英雄家属 颁发公寓证书 泽伦斯基说 我们的每一位英雄 乌克兰英雄 都应该得到我们国家和全体人民 最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这些勇士的英勇行为 是对乌克兰的拯救 也是对俄罗斯占领者的正义惩罚 乌克兰将永远感谢他的英雄们 我们将永远敏记 我们的英雄所做一切 乌克兰将永远是一个有尊严的国家 尊重他的每一位英雄 尊重他的全体人民 尊重他的历史和独立 这个乌克兰人说到做到 每一位阵亡的英雄 他的家属都会得到 乌克兰国家给的一套公寓 这个两下一对比 这个俄罗斯他也承诺了 给这些在乌克兰战产 阵亡的俄罗斯的正规兵 就是他的这个合同兵 还有义务兵 这个抚恤金是多少万卢布 好像两百万卢布吧 拉达轿车一辆 承诺的这是非常好的 但实际上绝大部分没有办法兑现 原因有很多种 一个是俄罗斯边疆地区 他没钱 他是有地方政府给 这个俄罗斯中央政府 拨款多少 这个是未知数 主要有地方政府 给这个抚恤金 还有拉达消息证 第二个呢 因为俄军对这个士兵 甚至对他们的这个军官 生命都无所谓的 在战场上被打死之后 没有人收尸 没有人收尸 但是在俄军看来 这个人有可能是失踪 不是正王 既然不能证明他是正王 所以啊 这这么抚恤金 拉达轿车都没戏 以后再说 报失踪啊 因为俄军他没有办法 为俄虏 为他的这个正王的士兵啊 收尸 或者能收尸的都非常少 所以那些俄罗斯的军人家属 他们现在都在组织起来 聚集起来 反对 动员他们的丈夫 他们的儿子 他们的父亲 到乌克兰战场 他们聚集在莫斯科红场 勇敢的啊 向俄罗斯人说出了动员兵的真相 这就是目前战场人的一些情况 我们再看一看 外交以及国际援助 爱沙尼亚每年将拿出 1400万欧元的预算资金 专门用于援助乌克兰 此外还有军事援助和私营部门的援助 这1400万欧元中的1280万欧元 用于发展合作 100万欧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 还有20万欧元用于支持 与乌克兰合作的爱沙尼亚企业 这些资金是对先前批准的 总额占爱沙尼亚GDP 0.25%的军事援助计划的补充 就是额外再拿1400万欧元援助给乌克兰 这个波罗迪海三国啊 这个小国啊 支持乌克兰那是非常坚决 阿塞白江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排雷车 乌克兰工军公兵啊 正在使用该排雷车在赫尔松啊 进行排雷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排雷车啊 看人家还挺先进啊 这个阿塞白江啊 提供给乌克兰的 这个估计也让这个俄罗斯啊 非常愤怒 因为阿塞白江以前是 前苏联的加谋共和国 后面也是俄罗斯的小弟啊 什么吉安组织的成员国 但是后来他退出了吉安组织 现在已经发展到 对俄罗斯啊 背后插刀 公然军事援助乌克兰 最近啊 这个德国的议会啊 否决了德国向乌克兰援助 金牛座巡航导弹的这么个一案 大家知道这个金牛座啊 巡航导弹 这个也是乌克兰心念念的 因为他能打500公里 比这个乌克兰手离 现在用的暴风阴影 还有这个美国的 陆军战术导弹都要远 而且德国人呢 不打算改他的射程 就是修改他的软件呢 缩短他的射程 如果乌军得到这批金牛座巡航导弹 那么对俄军的威胁就更大 500公里方位内都有打击能力 一大批俄军高价值的战略目标 以前因为够不着 那现在呢 都在乌军的打击方位之内 这个金牛座啊 威力也很大 你比如说这个克里米亚大桥 恐怕就首先要被炸掉 正因为这样 所以乌军特别希望得到这个金牛座 然而这次啊 德国议会否决了 很多人说啊 德国不打算援助乌克兰这个金牛座 实际上这个咱们以前也说过了 最最主要原因是 时机不成熟 就像这个F-16 就像这个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 这些武器啊 到乌克兰战场上 都是迟早的事 只不过是先后顺数和时机 换句话说 就现在给乌军这个金牛座 意义不是太大 所以说啊 这个金牛座迟早是要到乌克兰战场 那现在为什么德国议会把它否决了呢 不是不给 而是他们找了个借口 这个借口非常有意思 说啊 德国议会中的部分反对派 提出了一项单独法案 他们希望啊 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投票 议会把法案否决掉 不是因为它的内容 就是给乌克兰援助这种金牛座导弹 而是因为这个整个的议案 违反了程序 就是说啊 德国议会否掉这个议案 不是因为议案的内容 而是因为议案违反了程序 随备否掉 所以说啊 德国议会并没有真正的说 反对援助乌克兰 金牛座 循环导弹 接下来 恐怕也有人要提这个议案 如果程序对了 再表决 所以说啊 乌克兰还是有可能得到这个金牛座 这个我理解成啊 是德国人的一个战焰法 因为一边是乌克兰 急着要得到这个金牛座 循环导弹 一边是德国人呢 还要再观察观察 大家也知道 德国人在援助乌克兰这一块 他不冒头 他不像法国 敢为天下心 德国不冒头 但是一旦援助了 那德国是最有力的力量 就是援助最多 他有钱 那你这个能达500公里 人家给的都是打300公里的 你让德国先提供500公里的 估计德国有压力啊 所以他先看一看 这种俗话说就是再撑一撑 但是乌克兰也急着要 那所以他们就搞这种投票 议会表决 程序否决等等 这个程序就越来越长 无非就是要拖延一下时间 合理的用程序来延缓 向乌克兰提供这种 金牛座凶航导弹 实际上就是德国想给乌克兰这种导弹 但是不想现在给 但是呢 盟友的眼睛又盯着舒尔茨 所以舒尔茨的压力很大呀 那他最合适的理由 借口就是走程序 这两天啊 法国总统马克龙非常活跃 在与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援助 合作方面 不仅啊 从一月份开始 每个月向乌克兰供应50枚铁锤 滑翔制导炸弹 这种炸弹 航程远 威力大 但是它是精确制导弹药 法国又是领先一步啊 而且马克龙啊 还要给乌克兰提供76门凯撒大炮 这个深得乌军士兵的欢迎啊 法国外交部18日表示啊 法国与乌克兰双边安全协议谈判工作 已进入最后阶段 该协议是由法国长期支持乌克兰的一个标志 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科勒尔尼18日在巴黎宣布 成立旨在为乌克兰提供火炮支持的火炮联盟 据法国国防部消息 该联盟由法国和美国牵头 这法国人为什么这么积极呢 恐怕跟一件事情有关 那就是在1月16号 俄军啊 袭击了哈尔科夫的一家酒店 导致至少有60名 讲法语的顾问兵被消灭 这个酒店叫哈尔科夫中心 俄罗斯的导弹啊 直接打中了这个哈尔科夫中心 造成了60人死亡 20人受伤 而这些说法语的顾问兵啊 大部分都是法国人 他们包括很多法国专业军事人士 事后啊 这个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啊 法国驻俄罗斯大使 皮尔列维 周五被招致 俄罗斯外交部 向他知会巴黎越来越多的参与 乌克兰冲突的事实 向他指出 法国公民在哈尔科夫的死亡 发自于巴黎 官方的年薪 俄罗斯国防部 1月17日宣布 俄罗斯武装力量摧毁了外国人员 在哈尔科夫的临时部署地点 该部署点以法国公民为主 而国防部指出 有60多名武装分子被消灭 俄罗斯外交部说啊 巴黎就是法国纵容国内招募机构 润转招募公民参与基辅政权一方的作战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这是俄罗斯给法国一点颜色看一看 他们知道了哈尔科夫那个酒店 有法国的公民兵 所以他专门打击了那个酒店 当然了 他说造成了60名法国人死亡 这个不一定啊 但至少是给法国公民兵造成了损失 他们都是专业人士 有可能是帮助乌克兰 维护那些法式的武器的装备 这个给人感觉啊 就是俄罗斯专门冲法国下手 给马克龙一点颜色看一看 让你法国老是冲在前面 那这个法国人呢 立马欢迎颜色 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 所以你看 又是给乌克兰什么巡航导弹 一共是几十枚 每个月还有五十枚的精确制导炸弹 76枚凯撒大炮 还有帮乌克兰发展它的军制工业 完了还给乌克兰签署 安防协议 你把这两件事合到一起看 你就发现 你不管是谁先来的 谁先动手 总之 俄罗斯和法国这个友谊的小船呢 那也是说翻就翻了 这回是彻底翻了 双方的裂痕是越来越大 就像俄罗斯和德国一样 现在啊 经过这么一闹 很难再跟法国在迫近冲圆 双方只会越来越眼红 所以法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会越来越大 差不多跟俄罗斯是彻底翻了 所以这个是个标志性事件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法国武装部队说 我们不能让俄罗斯认为自己能赢 俄罗斯的胜利就是欧洲安全的终结 你看看 马克龙现在说话是越来越狠 就是俄罗斯要赢了的话 那就是欧洲安全的终结 杜达 警告普京 组建邪恶联盟 因为俄罗斯入侵标志了帝国主义的回归 这个是波兰总统杜达 这个调门跟法国差不多 1月18号 波兰总统杜达在达沃斯举行的乌克兰早餐活动上表示 弗拉基米尔普京决定点燃世界 没错啊 现在世界上到处点火的就是普京 哈马斯 胡塞武装 胡塞武装 这个缅甸以及现在东北亚都是普京在点火 这位波兰领导人说啊 我绝对相信我们可以说 在苏联解体30年后 我们现在正在见证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血腥重生 毫无疑问普京决定点燃世界 他认为最邪恶的是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背景下 一个邪恶联盟正在形成 杜达敦促世界领导人不要屈服战争疲劳 并警告说新的邪恶联盟 以准备好冒任何风险来管理全球秩序 这个杜达所说的邪恶联盟是俄罗斯 伊朗朝鲜 为什么呢 说朝鲜与俄罗斯签署协议 用弹药交换太空技术 据报道 除了已经提供的超过100万发弹药外 朝鲜还向俄罗斯提供更多弹药 以换出先进的太空和卫星技术 韩国情报部门和白宫 证实了猜测中武器换太空的交易 斯洛斯基在达伯斯说 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导弹是越过红线的 因为导弹会被用于打击乌克兰后方平民 我们再看看这个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 在世界经济论坛 谈他关于欧战争的看法 卡梅伦说 如果我们容许普京在乌克兰获胜 他将索取更多 大家看事情 我认为 Hamas cannot go on attacking Israel with rockets and terrorism and we're going to need a Palestinian authority refreshed and reinvigorated helping to run Gaza for the future plus we're going to need a whole perspective about what a future peace process and outcome could look like the third thing is Britain's contribution to try to make sure that we tackle poverty and climate change in our world it was many years ago that I sat on a committee that helped to draw up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at the whole world has focused on for this last decade but we're off track we need to do more and making sure we build up finance particularly from the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and really make sure we get back on that agenda is the third thing I'm here in Dabos to discuss 法国和英国现在已经清醒的认识了 对普京绥靖是没有前途的 现在就看德国怎么表态 1月18号乌克兰外长库里巴斯接受彭博社采访日表示 乌克兰没有窃取任何美国纳税人的钱 分配给乌克兰的资金 总额只占美国国防开支的很小一部分 而且这些钱大部分还留在了美国 投资在武器生产上 美国社区是从中受益的 因为这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大家看视频啊 这个经常看咱们节目的知道 美国说援助乌克兰多少亿多少亿 实际上那是折算 他给乌克兰的实际上是库存的武器 这个武器有可能是从韩国发过去 有可能是从捷克斯罗法克发过去 然后呢美国国内开足马力生产 然后给这些国家补库存 美国自己从库房里面也会拿出武器援助乌克兰 那他自己也要补库存 所以他的叫军事粮活体啊 开足马力在生产 所以说这个美国啊援助乌克兰 他并不吃亏啊 至少到目前为止啊 还是在销库存阶段 这个去库存阶段啊 这些国家不仅不吃亏 而且他们某种程度还占便宜 因为你这些武器啊放在库房里面 要么就要把它销毁 销毁是要花钱的 你不销毁呢 就放库房里面保养 也是要花钱 只有送给乌克兰不用花钱的 最后这些资产价值本来是零 结果你还给他算上钱 最后如果俄罗斯输了 还有俄罗斯赔 这是多么合算的一笔交易啊 随着这个 俄双方打得越来越激烈 双方轰炸对方 这个俄罗斯啊 现在国内危机是越来越严重 首先是俄罗斯国内 很多地方停电 你比如说克里米亚 就发生大规模停电 塞瓦斯图巴尔的大部分地区 新菲、罗布尔、菲奥多西亚、 克赤、战克尼、萨基 这些地方 统统在停电了 远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也面临一场公用事业危机 超过50万人在住所 没有供暖供应 而夜间温度降至零下28度 这个是由白俄罗斯媒体报道的 不仅停电 而且还停暖气 这在俄罗斯是难以想象 俄罗斯是个能源大国 石油天然气不缺 现在居然停电停暖气 这个战打得 让俄罗斯倒退了多少年了 1月19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表示 俄总统普京按照传统 在竹险节之际 跳入冰窟窿 接受洗礼 我想普京总统这个时候的心情 恐怕是透心良 为什么透心良 我们借用冯德拉恩的说法 冯德拉恩在达沃斯 他说俄罗斯有三个失败 首先是军事失败 不仅未达到军事目标 反而损失半数军利 军事力量损失一半 其二是经济失败 西方制裁 使俄罗斯如科技创新脱钩 只能依赖中国 弗兰来恩说 俄罗斯现在只能依赖中国了 但俄罗斯人是不愿意的 俄罗斯人是极不情愿的要依赖大国 俄罗斯人无奈 只好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因为他们打心眼力 是瞧不上大国的 他瞧不上亚洲 他们一心要融入欧洲 结果他现在被迫只能倒向大国 其三是外交失败 说芬兰已经加入北约 瑞典也将入盟 乌克兰前所未有的接近加入欧盟 这三个失败足以让普京是透心良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